你好 请出席转假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没证 那没有证不能进 那行 我进去给你拿吧 你没有证假我不能让你进 那你说我怎么你才能让我进去 有证就可以进 你不让我进去我怎么给你拿证 那你没有证我不能让你进 你这个人怎么一根筋啊 美女这不是一根筋的事 如果你没有证我让你进去 那就是我的十字 行 我给你们领导打电话 可以 我跟你说 我听财务室的兄弟们说 最近有一个大领导要下来 说是所有的部门都怪他 咋难得我呢 那我不管 原则问题不能放松 队长 门口是不是有个叫张扬呢 对 他很张扬 没发生口叫 这个没有 院子问题不放松 咱这个宿主在这儿的 没有发生口叫 人家是统绩卖的领导权力 打着哪个人进去 哎呦什么 你进去吧 现在可以进了 弄进 哈哈哈 我没有证 看队长说能解 哈哈哈 你 换钢以后来我办公室一个 哎呦什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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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报告 你呢 其实我想跟你说 你一点都不长样 嗯 我知道你很生气 我不生气 你说你不生气 但是你说话的时候 你要压我 嗯 我肚子疼 肚子疼 肚子疼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说什么 哦 不是领导 我是说 我们查证件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 谈上事 哈哈哈 我知道我谈上事了 我现在都去收拾东西 走人 但是 周知健 我想给领导说个事 我没有来点之间 我是在工地做话 我有一个大党叫老李 有一天晚上 我们两个职业班 有几个人 到工地去托钢琴 在我们指负他们的过程当中 他们反抗的时候 把老李的推给打散了 到现在还在轮营上坐着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记得得非常清楚 他说 不关做任何职业 一定要对得起这个职业 所以说咱只是一名报案 咱是倒过来 他就是喊包 我说完了 我现在都去收拾东西托任 站住 我让你走人了 我让你走人了 最近公司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来这就是解决问题的 你明天再来一趟我办公室 多提提公司有哪些问题 是 是 真的 他叫咱们去干 干啥呀 他说让咱去翻译公司的问题 是 是不是昨天你 哪叫你的那个人啊 对 他昨天叫你去办公室 没有 处理你吗 没有 他说我做的对 那完了 咋吧 我在人情事故这方面 是不是比你逗 嗯 这领导王往往是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啊 这是 这是要变相的 开除咱们啊 看哪 等等 挺好的 我是咋从财务室 下来的 我给你不一样 带走 你不要忘了咱们的身份 他是个保安 哎呀 你怎么那么狂重呢 嗯 我不是狂重啊 那领导让咱去翻译公司的问题 咱就去翻译问题 那翻译问题是啥你知道不 就是翻译公司不好的情况 那公司不好 咱翻译出来公司不好 公司才没得好啊 说公司不好 就说明咱们事实 咱呀我给你说 我想说 杀他 领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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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公司总部刚调过来的 想了解一些公司的情况 但是我这几天问了几个人 都没人敢跟我说真话 戴飞 我觉得你为人正直 而且作为公司的门岗 出现什么问题也都是第一个上的 所以我觉得公司哪里出现问题 你们应该更清楚 说说看吧 好 领导好 没有问题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不是 领导让咱来干啥 那就是让咱来说实话 你咋不敢说呢 你让咱来说 戴飞 那你说说吧 好 领导 那你让我说 我都实话实说 我觉得就从这个证件来说 有很多领导还是很配合我们 但是就个别的领导 他们就是故意不佩戴证件 然后还吊难我们 我们也受了不少委屈 我希望领导能骑到带头作用 这样公司才能越来越好 还有吗 有 前几天我去停车场去看东华 我发现很多客户 他们的车买的都很鬼犯 但是我们公司个别领导 他们一个车占两个车尾 说话说 开车看技术 听车看人品 我觉得这一点小细节 如果客户来到我们公司 看到这一点 对公司印象很不好 很好 还有吗 有 能不能给我们加点工资 好 行了 我知道了 下去吧 你好 请出任政见 你大点声 我请不见 进啊公司 要用正见 我不想见 幸福 现在国态名案 我能穿这么来 你很幸福 他妈没来 他妈晕迟 我一个人来了 我找他有事啊 大爷我听明白了 你是来找那女儿的 你要不然你把那女儿的电话给我 我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我不找你 我找我女儿的 他今年都25了还没对象的 我和他妈都着急 我就来啊 劝他我家相亲的啊 不是 大爷你不够理事 我不理事 又来找女儿了 我给他打电话让他下来 不是 张伦 你给他说话得大声点 他耳朵不好使 你人都太不好使了 咋 哎 小张 你快给他打个电话 我找他有啥 不是 大爷 你都不对了 你能听见你刚才给我打那么多差 你给他女儿的电话给我 我给他打个电话 不就别了 还想打个电话 你心里还怪美的 嗯 变成婚要我女儿的电话 你怕我还老是谁呢 还有的吗 不是 你别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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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